举着女儿的照片忍不住在媒体镜头前痛哭 这名母亲来自彭亨 她24岁的女儿在吉隆坡工作 担任书记大约两年 每年都会回家两次探望父母 不过去年10月 女儿传了一封手机简讯 声称公司将她调往柔佛新山的新分行 在那之后女儿只传了一封讯息 说在新山租下了一间房间 一切安好 随后就销声匿迹 就连刚过的农历新年 也都没有回家团圆 让父母担心的睡不着觉 温太太在这个月3号曾经登报找人 但还是没有下文 如今只希望女儿看到新闻 能够赶快回家 而同样在寻找家人下落的 还包括这名曾女士 她在四年多前透过电话 向丈夫讨家用 没想到对方从此关机 人间蒸发 丢下她和三名孩子 这两名事主都希望迈入新的一年 失踪的家人能够尽快现身 彼此好好沟通解决问题 MTV7采访不到